您好,欢迎来到美极小厨 今天来分享一个奶酪球的做法,Rascola 这是传统的印度地方甜点 吃上去奶香浓郁,微微Q弹 就像海绵蛋糕 现在就一起来看一下怎么做的吧 锅里加入一升牛奶 最好用全纸的 做出的奶酪球口味更好 开中大火煮沸 这个时候来调一个醋水 240毫升水 加入两大勺30毫升白醋 搅拌一下 牛奶煮开以后关火 慢慢加入白醋水 用水稀释的白醋水 把牛奶的酸度慢慢降低 同时又降低了牛奶的温度 这样结出来的奶酪块更松软了 用纱布过滤 然后立刻用凉水冲洗一下 洗去白醋的味道 用手稍微挤一下 再吊起来滴大概一小时 一小时以后来看一下 这时候的奶酪颗粒比较粗糙 接下来用手掌的掌根 这样来回揉搓 大概七八分钟左右 确保每一颗小颗粒都揉搓到 这一步非常重要 直接影响到最后奶酪球煮的时候是否开裂 以及最后的口感 随着揉搓的过程 这个奶酪变得越来越细腻 不像刚开始的时候那么粘手 最后揉成一个微微有弹性光滑的圆球 一分二 每一份搓成长条 分成八等份 每一个小剂子整形搓圆 都做完以后来制作糖浆 锅里加入一杯白砂糖 加入五杯水 我用的是有机的砂糖 颜色有一点偏黄 30毫升玫瑰花水 四个绿豆蔻 用中大火煮开 煮的时候搅拌一下 帮助糖的融化 然后加入奶酪球 这时候的奶酪球非常嫩 尽量不要去搅拌 我就因为搅拌了一下 把一个奶酪球给弄破了 盖上盖 大火煮五分钟 五分钟以后转中大火 还是加盖 再煮五分钟 我这回的锅用小了 奶酪球在煮的过程当中会膨胀 互相挤压着 影响到最后成品的形状 尽量选大一点的锅 第二个五分钟以后 打开盖子 转中火 再煮七到八分钟 关火放凉 然后放冰箱过夜 让奶酪球充分吸收糖浆 拿一个尝一下 这个奶酪球是非常的柔软 有弹性 里面的蜂窝组织 就像海绵蛋糕一样 吸满了糖浆 吃上去是满口的奶香 还有点Q弹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试一下 好 谢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期再见